年终大扫除 环保志工动起来 分批分区展开扫除街道行动 用干净整洁的环境来迎接新年 年终大扫除 全民动起来 平常都有在拼 过年也都要拼 大扫除做 有有有 拼大扫除做 要注意什么事情 注意什么事情 像有点垃圾什么都要分类 像刚才局长也有说 垃圾好像比较败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民众都有大扫除的习惯 家家户户清除废弃物时 也要落实资源回收及垃圾分类 另外为了避免垃圾清运量 集中在接近过年前 造成清洁队员和垃圾焚化场过度吃重 现在就可以开始动手除旧布新 将垃圾量分流处理 空地 空屋 还有这些所有的罐罐 瓶瓶 都要穿上去 这些不满汤很多 而且今天提前跟这些所有的管民说 让我们清洁队员能够提前 这些过年都要脱出来 太多的 焚烧可以堆积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提前来准备 然后这些空瓶子 还有这些衣 都要拿出来我们修理货 我们也成为二手货 所以可以拍卖 这些钱可以捐给慈善机构 所以今天特别呼要大家全民大扫除 让我们的宜蘭县能够成为一个干净 活泼健康的城镇 我们跟县政府跟环保局都一起配合 我们发动了所有的罗东正的 这一个环保志工 一起来为我们的这一个干净的家园打拼 那希望除旧布新 赢个快乐的新年 希望在清洁阵阵阵 大家都开始拼扫 让我们大家能够干干净净快乐过年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清理打扫让环境焕然一新 家家户户过好年 宜蘭新闻记者黄珠和采访报道